王小飞张岚终于在有生之年跟俩孩子在日本团聚 享受了短暂的假期 这期间不论是张岚、王小飞还是月儿与林林都非常开心 很享受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特别是林林 刚见到奶奶时她还很内敛 不愿跟张岚说话也不爱闹 可相处了几天过后 林林就像是变了个人 最喜欢跟张岚玩闹 还总是去打扰奶奶直播 虽然大S不允许俩孩子露面 也不让张岚晒孩子照片 但林林却不管这些 不顾张岚的阻挡也要在直播间露面 祖孙俩玩闹的样子格外温馨 也不难看出他们如今的关系如何 然而美好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 7月28日张岚晒出与孙子孙女吃早饭的视频 透露汪小飞将会在今天将孩子送回台湾 让月儿跟林林回归原先的生活 张岚面对镜头 直言我们今天这是最后一次早餐了 小王子要回去上学了 虽说张岚坦言自己没有忧伤跟失望 可她的语气明显很低沉 舍不得孙子孙女与自己分离 月儿与林林在餐桌上吃饭 张岚便在一旁轻轻地抚摸两人的头发 时不时对着俩孩子送上飞吻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虽然一家人相处的时间不长 可林林已经非常喜欢奶奶张岚了 甚至于在一大早起床后 听到爸爸要把自己送回去 就一脸不情愿地坐在餐桌前 非常抗拒回家跟奶奶分离 张岚虽然自己也不开心 但还是安慰着孙子 调侃林林跟奶奶分手了不开心 她还让孙子回到台湾后 努力认真的上学 自己会时不时地寄些零食过去的 一旁的月儿彼时始终沉默不语 她的情绪也比较低沉 估计跟林林一样都舍不得离开爸爸跟奶奶 不想回到那个有光头继父的家 随后张岚还晒出了一些与孩子们相处的照片 纪念这个短暂的假期 在日本 张岚与汪小飞几乎每天都陪着俩孩子玩耍 大家的脸上也总是笑容洋溢